喜欢我做这种真色之点评 今天咱们测测这个Merit洗发水 这个是日本花王的一个产品 这个Merit翻译过来叫优点 那看看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些什么优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 就是日本当地的评测杂志 对这个产品评价是个C 这个评价不高 因为总共就ABCD四个等级 排名倒数第二等 理由是觉得清洁力太强 然后不适合发丝干枯的 以及皮肤干燥的人每天使用 讲它不适合干枯的发丝 这个跟我实际用下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实际用的冲水还是非常的顺滑的 所以干枯发用下来是没有什么阻碍 其实这个也是花王所有洗发水 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泡沫都会很丰富 然后冲水也都没有什么色感 那么讲它不适合干燥的肌肤 这个是因为它用的主表活 是两个硫酸盐表活 清洁力比较强 这个我是认同的 我们看它就包装正面 写了弱酸性三个字 这也是它这个产品的一个主打的卖点 强哥之前讲过这么多洗发水 为什么从不讲洗发水是酸性还是碱性 因为就没有洗发水 现在是碱性 都是酸性 这个卖点是实在没有卖点 才把弱酸性拿出来做卖点 因为洗发水 你想它变成弱酸性 是件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事 就是在里面加一点酸碱调节的成分 比如这个产品加的是苹果酸 我们经常还会有些产品加一些柠檬酸 因为洗发水本身呢 它的主体是这个硬粒子表活 像咱们刚才说的 这硫酸盐这种为表活 为代表的这种表活体系 这些成分它本身是碱性的 所以现在做洗发水 都要在里面加一点这种酸碱调节剂 让它变成酸性 其实原来有些洗发水也是碱性 碱性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现在舆论的大潮下 大家都在做热酸 所以现在市面上 你想买碱性洗发水也买不到 这就像之前我讲 个别洗发水主打什么非造机 问题是现在洗发水就没有造机 大家全是非造机 所以这么搞笑 我们实际用一下看看 香水比较清淡 泡沫非常的丰富 冲水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干涩的感觉 我搭配用了点 它的这个含硅油的护发素 整体吹干以后 发丝并不会很毛躁 整体的蓬松度还是可以 那么这个洗发水适合什么样的人用 表活性力强 所以干性头皮肯定是不建议的 油性头皮的人可以用 不过呢 因为它冲水的时候 是没有那种色的感觉 所以有些油头呢 它会觉得是不是没有冲干净 不喜欢这种感觉 你介意的话呢 它也不适合你 另外的话 花往很多洗发水 有个共同点 就是刚开始用的前几次效果 还是感觉挺好 但用几次用以后 你感觉就是 效果就大不如刚开始用的时候 另外的话 整个产品从成分上来看 温和度也比较一般 所以一定要我评个集呢 可能也是个C吧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关键